歡迎收看今天節 2021年7月8日的天氣報告 發佈時間是2021年7月7日 首先先看看天氣警告 香港天文台 已經在今天的下午2點10分 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亦都是在下午時分發出了 酷熱天氣警告的 而澳門已經在下午5點 取消了所有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首先先看看幾點的天氣小提示 隨著赴熱帶高壓席向西伸展 未來幾天廣東沿岸大致天情已為熊熱 預料赴熱帶高壓席會在下午中期稍微減弱 華林地區可能會有一兩陣驟雨 而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 會在天日黃過北部灣 而向越南北部並逐漸減弱 我們在這張衛星雲圖看到吧 其實我們附近 偶爾是受到熱帶低氣壓97W的外圍雨帶影響 但除此之外 就 看不到有任何的雲雨 在廣東附近的地方 其實因為一股赴熱帶高壓席 會逐漸地覆蓋華南沿岸 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試一試 這裡我們看到是熱帶低氣壓97W的 我預計它的路徑呢 會繼續在西北方向移動 預計呢 對澳門和香港的威脅呢 將會逐步減少的 我們在雷達圖方面 我們看到是有零曬雨區 在珠江口附近呢 是有形成和發展的 這全部都是熱帶低氣壓97W的外圍雨帶影響 但我們相信這些雨區影響到我們的機會呢 目前都是滲低的 我們看到這裡呢 就是西北太平洋的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在我們衛星雲圖的最左邊 其實有一個熱帶低氣壓 同時也有一個赴熱帶高壓席 是位處在西北太平洋的上空 我預計這股赴熱帶高壓席 將會繼續向西伸展 同時這股的熱帶低氣壓 將會逐步移向北部灣 並且逐步減日 我們先看看港澳的 明天的天理預測 那就是7月8日星期四 預測香港呢 會是大智天晴 天理酷熱 最高氣溫有33度 最低氣溫28度 相對濕度介乎65-90%之間 而澳門方面 預計呢 會是多云部分時間有陽光的 初時是會有一兩陣驟雨的 預測明天的最高氣溫 是32度 最低氣溫27度 相對濕度介乎75-95%之間 而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大約會是11的 強度屬於極高的 所以請市民呢 是要做定這個防曬措施 以免受到紫外線傷害到皮膚 造成皮膚的疾病 那這張就是澳門香港最高最低氣溫預報圖 那現在呢 就是新增了一行 那就是叫做 終極天文台總部最高氣溫 那其實由去年開始 終極天文台已經呢 是在我們的總部 澳門的總部 設置了這個 氣象的監測儀器的 那我預計呢 未來九天的那個 氣溫 預計會是維持在一個 30度或以上的氣溫水平的 而最低氣溫也有接近27度 28度左右的 那預計未來九天的那個氣溫差距 不會說太大 那因此呢 預計那個 酷熱的狀況 都會是維持的 那這兩張就是分別 香港天文台的最高溫度 概率預報和最低溫度概率預報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 預計 短期內那個氣溫 都會是大致平穩的 那去到後期呢 就會出現一些的不確定性 那不過呢 由於這個預報時間較長 那所以不確定性也會增大 那這段影片完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Like和Share 我們這段影片 在下面comment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和按鐘仔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